大家好,我是大山 近两年都流行远程办公 你看我这办公室还算可以吧 最近在加拿大在湖边这里做点创作 但是听说汉语桥举办20周年 我想无论如何一定得联系一下 作为汉语桥的老朋友 表示衷心的祝贺 都说学习汉语很难 我老觉得这个重点不对 学什么都挺难的 但是学习汉语 关键是非常的有意思 有收获 有用 而且很开心 只要你觉得开心的事情 学起来就不会觉得那么吃力 你们的付出 你们的努力是非常值得 所以也向每一位表示祝贺 希望在这次活动中 你们能够成就一个更好的自己